來到實施第十六題 第十六題,現在有一個正十二邊形 問你有多少條對角線 Number of Diagonals Number of Diagonals 首先,大家可以先背一條色 就是N乘N-3除2 或者有些人叫Nc2-N 因為這個在DSE MC經常都推出的 不妨一背一背 所以這題,我們不如用後面這條 就會是12c2-12 就會是54條對角線 但是這條色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也要解解給大家聽 我們看回這個圖 這個就是它描述的一個叫做十二邊形 不一定要正十二邊形 任何一個convex的十二邊形 都可以有這條set出現 現在說要形成對角線 就是意味著你要選擇兩隻角 這樣才會形成對角線 你這樣連起它 當然我這裡畫得有點醜 畫得好些 應該是一條直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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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也就是說 你在十二隻角裡面 就選擇兩隻出來 就會形成一條 所以就有十二c2這麼多的減法 十二c2這麼多的減法 所以我們會十二c2 但是為什麼要選擇十二呢 就是因為你選擇的時候 有機會是選擇到 可能這兩隻角這樣選擇的 這條就不叫大一近路 這條不是對角線 那有幾條這些邊形 就有十二條 所以我們就要減十二 所以這條色就會叫做 叫做nc2-n 那這裡大家最好都去記一記 學一學 就算這些題目的時候 尤其是nc問你幾條大一近路的時候 就會快人一步 啦